为什么陈时中他到现在 其实都不敢告我 是有一个扑隆共的民进党 想要选举 然后民调不好的人 赵律云市议员候选人 詹靖剑提告 曲小青人一派轻松 还调侃的说感谢丞相事件 这是案子陈时中有前科吗 所以要让检调查清楚 只是周日PO照片 隔天又秀影片 曲小青继续抹黄陈时中 但至今没有拿出 更进一步的证据 在讲一次我从来没有隐身 里面任何人设计所谓的不伦 我只是在讲说 在陈时中最久以后 他会出现的这种 可能是习惯性的动作 民众对于所谓的抹黑 大家都感到厌倦 那选举还是要回归选贤与能 大家要持续的努力 我想每一个候选都有责任 导引整个的选丰 调明不想让对方称声量 但陈时中团队痛批 曲小青已经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就连前立委段一康在脸书上也写下 高宏案是害自己 曲小青是害自己人 但他立刻留言回呛 问他说 那你曲棍球什么时候要吞 那你已经消失这么久了 你的林秉书小弟还好吗 等等 或是民进党现在在选战的 最后十几天开始出手 然后他们可能会用很多的方式 比如说带风向 选战最黑暗 最恶职最下流的一个戏码 就是国民党发动 讲完至今还不敢说明 到底谁偷拍 到底你是帮凶 还是你是主谋 绿营要讲完对外说清楚 并且管好自家小鸡 就不知道这场乌龙爆料指控 曲小青对国民党来说 到底是神队友 还是猪队友 好 这牵手照的风波 先来请教我们女性候选人佳玲 因为这个曲小青 因为这个事件 哇 这好几天媒体都追着她跑 声量是赚饱饱啦 所以现在她被告了 被一位民进党的候选人告 她也没关系 说欢迎提告没有其他的回应 祝福对方高票当选 那阿宗部长这边就很无奈啦 她说这个民众真的都看得清楚啦 对抹黑感到非常的厌倦 希望选举还是要回归选贤雨呢 她觉得每一个候选人都有责任 来导引整个选风 她觉得这个许小青就是挑纲的啦 想要来蹭声量啦 来这个嘉玲怎么看呢 我每次看到许小青议员 我都想到I'm waiting for you 这个waiting的事情好像黏着她 我觉得许小青议员 你不要因为你自己选情告急 哇 这个出这种手段 真的是很可耻 我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的来往 都是很正常的 那我们喔 那如果说我是议员 我是女生 那我如果说去参加参会 或是我去参加这个拜票什么的 我也常常会牵着男性的手 跟大哥拜托喔 这个他有一个阶梯 很小心地牵着他 我觉得这很正常 不要用你心里想什么 你看别人就是什么 真的喔 陈时中因为这样一步一脚 已经这样走来 他的名条慢慢起来了 反而是许小青是不是选情告急 要用中的奥婆 我觉得太扯 是不是自己坚持喔 我觉得你自己很紧张吧 你自己选去 你是不是名道上人家很多 你才要用这种下山岸的手段 不应该 非常不应该 而且你看看喔 那个女主角 还有她先生就在旁边 有哪一个人去骚扰别人 然后先生在旁边 她先生也出来讲到说 那就是正常 我们就是朋友的行为 还去影射说什么她久后 我觉得太夸张了 许小青 所谓嫌出手 或是所谓性骚扰 要造成当事人不舒服 你她现在一开始上节目就说 有些人跟她陈寝 我觉得你也不用查证 你叫那些人出来 马上你陪那些人 陪那些人出来 她受到陈思聪什么样的骚扰 人证 物证 实证 你拿出来 如果陈思聪真的有这件事情 陈思聪就下台 她就没有办法选下去了嘛 为什么你们不敢拿出来 不要用影射 寒沙摄影 陈思聪是一个正人君子 她从以前当牙医师 当卫生署署长 到卫生福利部部长 我就认识她 她为人非常非常正直 她对于所有选民 她不是因为今天她的选举 她才会站在台面上 她为防疫工作 她肩负了多少的任务 她承担了多少的责难 不应该用这些知为莫节 而且是乌龙爆料去抹黑她 我觉得所有的选民眼睛要看清楚 拿出证据来 她只有一张照片 看图说故事 那网络上就要团啊 传说许晓星也跟马英九 手牵手啊 那是不是马英九也牵着你 也是有这个信上的潜意 不要这样讲 做政治人物 每一个双手都要握紧 没有那么严重 如果你硬要影射 还说人家来告我来告我 就是要称声量嘛 许晓星 讲话自己要负责任啦 人家去告你了 你还酸人家 我跟你讲 人家险情比你稳啊 是你的选情告急耶 你跟黄黄黄是不是告急了 要出这种下三乱的手段 不应该 选举应该要有人性 不要因为你自己要声量 你自己要民调 踩着别人的尸体往上爬 对你来讲 会对蒋万安加分吗 我也不认为蒋万安会认同这种行为嘛 蒋万安会认同说 如果蒋万安去婆婆妈妈去市场 婆婆妈妈牵着她 难道你说蒋万安骚扰婆婆妈妈妈 蒋万安可是撕奶杀手 很多婆婆妈妈姐姐妹妹蛮喜欢她的 难道你要拒绝说 讲话你以后都不能牵女生的手 不对嘛 我们选举 政治不要超过人性 不要泯灭人性 该有的礼仪 该有的互动 我们都要正常抗待 这样的乌龙爆量 我觉得非常不应该 而且我认为 不只这个律师去靠 陈思忠 你看他那天还有哽咽 对不对 他觉得很委屈 就是很正常的选民的互动 而且还认识那么久的朋友 那今天我如果跟黄梓哲 梓哲是我的同学 我们男女不一样 可是我们还是可以 手牵手当好朋友 有什么不可以 为什么你的心里想的是 那么样的龌龊 肮脏 你看别人就是这样 不要以君子 以小人之父度君子之心 不应该这样子 我觉得你应该要公开 向陈思忠道歉 还有要跟那个丁医师 还有他太太道歉 你知道因为你这样的爆料 他们两个要怎么面对 他们的朋友 同事 家人 如果他们同事家人 误会说他跟陈思忠 真的有状况 你要他怎么办呢 真的不应该 非常不应该 小心不这次了啦 蒋万安到底有没有同意呢 对他的选情会不会加分 这边我也想请教 石器姐的看法 因为蒋万安第一时间 就是徐晓星丢出影片的隔天 丢出那张照片的隔天 蒋万安的回应 还是在那边影射说 媒体是不是有承受压力 所以才有人把照片 丢给徐晓星来爆料 这背后故事可能骇人听闻 就没想到隔一天 不晓得是不是发现说 好像风向不太对 这个11月8号的回应都说 该讲的 昨天都有说过了 谢谢大家 就没有再回应了 所以显然 这个蒋万安是不是 对于这一题 也有点想要回避 那另外一点就是 这个四叉猫 真的就厉害了 他的信箱可能被塞爆了 这个石器姐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因为徐晓星 当天丢了那张照片 他除了影射 有就是一些 就是想要抹黄的一些嫌疑之外 他还有讲说 陈时中去吃饭 那个包厢的低烧 要8万块 那今天就有人 投书给这个四叉猫 说这个四叉猫告诉大家 说请假账号 不要再来洗 陈时中吃了一桌8万元了 他秀出的是旁边的这一张单剧 这个拍起来比较模糊 不过这好像是蒋万安 有出席一场这个餐会 这个好像八九个人 也吃五万块 不过蒋万安今天是有否认的 他说这是不实的指控 不知道石器姐这边怎么看 第一个 蒋万安的这个 同党的徐晓星 丢出这个东西来 他是每天说 我告诉你哦 明天我有录影带哦 然后那个影片出来之后呢 如果大家觉得没什么啊 好如果这件事情是真的有效 而且是真的罪证确凿 非常这个证据确实的话 你蒋万安跟啊 你蒋万安为什么要切割 为什么要一个眼白的 一个眼黑的 你蒋万安昨天在 这个专访的时候说 哎呀我不知道徐晓星要报这个 不是很有效 不是逮到了 不是指控的 哇言之凿凿的 言之作作的 你为什么要切割咧 坏人给徐晓星去当吗 而且在那边影射说 哦这个是媒体接到的 这个没有打 是因为受到压力 哪一家媒体你说出来呀 谁施压呀 公布出来呀 让全民一起声讨啊 怎么可以逼媒体做 他不应该做的事 怎么可以这样子压呢 所以显然这些 会声会影的这些东西 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 自己写出来的作文 想要对对手阵营进行攻击嘛 那但是用这一招 对对手进行攻击 到底有没有效呢 我觉得啦 就是说大家也会怀疑说 为什么一场首都的选战 会选到跟拍的啦 丢照片 而且这个照片 好像也没什么的照片 当事人并没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当事人的先生 也没有表达任何不舒服的感觉 而且在丢出影片的同时 徐晓星还说了一句 对他们在下楼梯 那边就是有阶梯嘛 你自己都已经承认了 你还想抹黑什么呢 然后还要故弄玄虚 然后还要埋梗 我跟你讲还有更多 那你拿出来嘛 如果真的有杀伤力的话 徐晓星你就给我丢出来 然后你讲万安立刻跟上 因为对你的选举来说 哇超有帮助的啊 在选战最后阶段你就用这招啊 保证你稳赢不是吗 切歌 切什么歌 那所以我觉得啦 就是说选到一个 让大家觉得很 很黑暗的这个方式 然后 非常的用仇恨式的 来进行这种负面的选战 但是我要提醒 讲万安阵营就是说 其实当你的恩师赵绍康 不断的在提点你说 辩论应该要怎么样子的技巧啦 等等的时候 以及你的选战操作的时候 很多人都已经观察出来了 你复制的是过去赵绍康 在选台北市长的仇恨动员 因为你的用字遣词 你的煽动等等的 你说要用制裁啦 然后等等的这些非常 非常极端的这些字眼 其实都是为了要 催出那个仇恨的选票 但是我要劝蒋万安阵营 你不要忘记喔 当时赵绍康的仇恨动员 其实是输的喔 当时大家期待的是一个 这个快乐希望陈水扁喔 当时是陈水扁赢的喔 也就是说选民期待的是 对于未来的阳光性 正面性跟正能量性 而不是现在还要复制 过去的那种抹黑的 然后负能量的 然后这种暗黑式的 仇恨式的这样子的选风 这是国民党整个阵营 都应该要去思考 不可以为了自己的胜选 然后呢操作台湾人民的 整体的这样子的 负能量的气氛 更何况你操作这个东西会赢吗 我其实是很怀疑的 为什么 是因为其实对于这些 绿营的支持者来说 反而是一股催化剂 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要这样欺负他们支持的这个候选人 他们的候选人受到了这些抹黑委屈的时候 反而会触动那个更大的反弹能量 也就是说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势必是一起会出现的 你施的力量很大 反作用力就会推得更有力道 所以反而会催出更多的绿营的凝聚力 以及这个扩大的动员的基础 那我今天早上也访问了陈时中跟陈建仁两位 我在问陈建仁的时候 因为大家都知道陈建仁是台湾正能量的代表人物 对 他超温暖正向的 然后连他都觉得 这件事情让他觉得 他讲出两个字 然后他讲完两个字的时候 他还很不好意思 我以前不会讲这种话的 但是这个是民众的共同感觉 他听到很多夭壽 怎么用这种招数 连陈建仁都有这样子的感触的时候 你就知道整个台湾的这个氛围 其实并不主张要用仇恨的负面的 这种暗黑式的方式来面对这场选战 因为毕竟选举其实应该是一件快乐的事 你在行使一个民主的投票过程 其实是投下你对于未来的希望 而不是要投下一个 超黑暗 超超超超级负面的 这样子的这个这个意思表达 所以我会建议蒋万安阵营 其实要多思考一下 你到底要带给台北市民 怎样的一个未来 这样子增加仇恨值的选战 对蒋万安的选情真的有帮助吗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继续来讨论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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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